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反转再反转的高分影片 惊天大逆转 赌徒大中因为赌球欠债 把家族的工厂抵押给了赌球集团 后来工厂爆炸把大中给受伤 受伤之后的大中患上了创伤后经济障碍 说白了也就是精神上出了问题 赌球集团拿不到钱 就把这笔账算到了小中的市场 小中是大中的双胞胎弟弟 为了给哥哥治病 他请心理医生春花给大中治疗 2016年的亚冠决赛 马上就要在韩国的首尔举行 为了能让中国的剧远队战胜 韩国的高阳新兴队 大中把剧远队的前锋队员李悦的老婆绑下 如果剧远队输了 那么李悦的老婆就会被绑在身上的炸弹炸成碎片 载叔是韩国情报局的特工作组长 最近正在跟老婆闹离婚 心情不是太好 载叔带着人到心理医生春花的诊所抓捕大中 载叔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很快就把大中给活捉了 大中在审讯的时候急不配合 把一名警官的嘴唇都咬掉了 充分表现出了一名合格精神病人经有的特质 随后载叔向春花介绍了一下案情 原来大中绑架了剧远队前锋李悦的老婆之后 用李悦老婆的手机给李悦打了一电话 威胁他如果不能赢得比赛 那么他老婆身上的定时炸弹将会被引爆 情况非常紧急 因为首发阵容里居然没有李悦 载叔希望春花利用心理医生的身份 诱导大中输出李悦老婆的位置 要说这个春花还是真有点手段 他连哄带骗又使大中说出了中午点外卖的那家餐馆 载叔根据餐馆的送餐记录 很快便锁定了人质的具体位置 赌球公司三年来已经非法敛财高达两亿美元 这些钱洗干净之后被存入了几十家合法的公司 所有的资料都被储存在了一个U盘里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赌球公司老板把U盘放进了一个超级保养柜里 赌球公司的安保措施也是相当的严密 这次的亚冠决赛是他们发财的好机会 为了防止警察偷袭 他们特意增派了人手 武器装备也做了升级 查出人质的具体位置之后 载叔带着人进入了房间 并且顺利地把人质给解奏 警方在搜查这个房间的时候 载叔看到墙上有一张体育场附近的地形图很诡异 似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猫腻 而架子上那些制造炸弹的原材料和采购清单的数量 更是把载叔吓了一跳 因为从这些材料的剂量上估算 大宗应该造出了至少五枚炸弹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队员首先掀开了放在床上的面具 从而触发了大宗预先安置的炸弹 随着光当一声 好几名龙套的气氛全都杀了清了 幸亏载叔躲得快才逃过了一劫 为了让大宗说出其他炸弹的位置 冲火使用激将法刺激大宗 别说这招还真领 大宗情急之下说出炸弹就在球场里 如果剧远队输了 那么球场的五万观众都将会被炸上天 载叔带人来到球场要求终止比赛 但是被上级领导拒绝了 因为这场比赛对2018年冬奥会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绝对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否则全世界都会质疑 韩国举办冬奥会的能力 为了让大宗说出藏炸弹的位置 冲火和载叔跟大宗展开一场赌博游戏 大宗输了就要说出炸弹的位置 载叔如果输了 就动用警察的力量 让前锋里跃上场比赛 大宗向载叔提出了一个关于足球的问题 问载叔C罗的儿子叫什么 载叔一听就梦圈了 只好给他那位即将跟他离婚的老婆打个电话 因为他老婆是C罗的粉丝 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 说他老婆正在洗澡 载叔一听当时就起梦了 载叔和老婆在电话里聊得非常不愉快 他老婆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不过毕竟一日服气百日恩的 他老婆最终以短信的方式 把C罗儿子的名字告诉了他 怨赌服输 大宗带着载叔和春花来到了球场 但他不想让载叔太轻易的得到炸弹 于是便让载叔穿上剧远队的服装 然后在韩国高阳新兴队的球迷当中 大喊踏平高阳新兴 这种行为明显是在找死 果不其然 载叔很快就被高阳新兴队的球迷围攻了 在被揍得满地找牙的同时 载叔看到了座位下面的炸弹 危险虽然被派出了 但载叔怎么想都不对劲 他觉得大宗绝不可能就这么认输 这里面一定还有猫腻 事实证明载叔猜的没错 大宗和载叔玩起了蚊子有心 接下来大宗让载叔冲着冲花开一枪 自要是载叔照做了 他就会说出下一颗炸弹的位置 载叔悄悄去掉弹夹冲着冲花开了一枪 再次赢得了赌局 这颗炸弹安装在了天然气管道的下面 如果要想拆掉炸弹 首先得关闭天然气 然后切开管道进行开除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颗炸弹 载叔没有再跟大宗打赌 而是凭借丰富的经验找到了炸弹 但这一切都在大宗的预料之中 当闪光弹爆炸那一瞬间 大宗趁机撒子聊了 鉴于目前的形势 几位领导一磋商 都认为冲花很有可能和大宗是一伙的 于是不容分说就给冲花戴上手铐 大宗的弟弟小宗认为冲花非常的不合格 事态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 跟冲花低劣的治疗水平不无关系 载叔和冲花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大宗的目标并不是足球场 两人来到大宗的出租屋 冲花打开旁边的紫环线灯 看到了地图上标注的天然气管道的线路符 这个时候载叔彻底明白 原来大宗的目的就是让有关部门关掉天然气 然后他顺着天然气管道爬进某工业大厦 也就是赌球集团的所在地 大宗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要搞到赌球集团的那个装有资料的 价值两亿美元的优盘 为了不打草惊蛇 载叔伪装成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来到了赌球集团的老巢 但不幸的是他的伪装很快就被试破 接下来是一场动作戏 载叔完全承起了他大哥电梯战神丁青的一波 战斗力更上一层楼 不仅打得坏人满地找牙 而且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 不过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 好狼架不住群狗 载叔最终被赌球集团的人祸夺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宗炸开了赌球集团的保险柜 巨大的爆破力 把警方和赌球集团的人都挣盲圈了 而与此同时 下半场被换上的前锋李月 也带领球队赢得了比赛 伪装成特警的大宗拿到U盘之后 开着预先租赁的大巴车 准备离开的时候 被冰雪聪明的春花也发现 因为他在大宗的出租屋里 看到的那份大巴车的租赁合同上的车牌号 和附近的这辆大巴车的车牌号 是一模一样 春花命令大宗下车自首 大宗露出了和他脉搏相连的炸弹 自要使大宗的心脏停止跳动 炸弹马上就会爆炸 两人在车上纠缠的时候 被火眼金鸣的宰叔看到 紧接着就是一场追逐戏 宰叔抓人心切 被大宗撞了一个人仰马翻 眼瞅着大批的警察拦住了去路 大宗把春花撵下车之后 开启了身上的炸弹 然后开着大巴车 直接冲到了桥下 炸弹爆炸之后 警方根据化验 证明尸体和大宗的DNA完全一致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 这时候春花根据圣经里的故事 发行的端倪 大宗两次签名的笔顺完全不一样 而与此同时 宰叔也有了重大花钱 跟他们打交道的大宗 居然是弟弟小钟伪装了 当春花准备出门的时候 小钟突然不经自来 春花知道大事不好 虚晃一招就打算撒子撩 可由于慌不择路 最后被小钟逼得走投无路 原来小钟为了防止U盘进水 在把春花赶下车之前 把U盘偷偷地放进了春花的兜里 小钟说这事全怪你 本来可以大团圆结局呢 都是你瞎掌和才搞得没法收场 原本我可以拿着U盘离开 警方通过DNA会确认我哥已经死亡 嫌犯自杀警察换 炸弹危机解除 赌球集团出面 原来从赌球集团逼小钟 替他哥哥还债的那一刻起 小钟就决定展开行动 他曾经替黑帮洗过钱 知道黑帮的套路 于是他先干掉了自己的哥哥 然后伪装成大钟 开始进行自己的计划 春花第一次见到的确实是大钟本人 但是之后大钟就被小钟给杀了 这也是为什么大钟前后两次的签名笔记不通的原因 至于小钟为什么要杀他哥哥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大钟一辈子都是个失败者 他以大钟的名义 在韩国犯罪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也算是提他哥哥扬眉吐气了 而他自己也能获得金钱 一举两得想得很美 听了大反派的陈述之后 春花一甩手就把U盘扔到了河里 小钟也没客气 举起斧子冲着春花就砍了过去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仔叔即是赶到一枪把小钟给毕了 影片的最后出了一枚彩带 原来春花并没有把U盘扔到河里 仔叔在送春花去医院的途中 一辆卡车呼啸而过 这二位是死是活不知道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车祸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 剧本写的挺精彩 可惜拍的有点晚 春花演技真不行 最爱还是李正在